比较深的返辉 二光子确实算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深返辉就是求疯刀 作为一个新的面孔 在大荧幕上的首次亮相 被大家见到了 被大家喜欢 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我不想让我的角色 被人骂 因为我体验过被人骂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实话是说 有的时候角色写是为了让你坏而坏 有这样的创作模式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 往往观众喜欢的是那个 站在主角对立面的人 因为他的空间更多 力量可能更大 我要做的就是说 要去做这件事 而且我演出来的角色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顾名 难以严禁 慢慢停 我很惊讶 那天我正在演话剧 话剧演完之后 我还在清香店吃烤串呢 同事就特别激动 你叫你那什么了 然后身边的朋友忽然上来了 说你怎么怎么怎么了 后来好像是 现在是什么十七十三 后来到第一了 我人特别淡定 我特别淡定 我说咱们不要太高兴 因为你高兴太多 摔的时候容易疼 因为保持一个正常的样子 别太激动就好 因为已经体验过很多年 默默默闻了 什么样的苦的东西 我也吃过 受不好待遇的样子 我也受过 所以不会一向来 骑得很高 那我也不会摔得太疼 因为在我的脑子中 其实完成了几个角色 本身有很大的期待 比如说像戏剧导演的八子 包括和金城我们合作那个 我们都要好好的 最后期待都是落空 所以就是慢慢让自己 不要去期待什么 你就是顺着逻辑去做好你的事 做到够极致 或者做到够好的时候 上天眷顾你的好运 到你身边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就像清云的一样 大家没有人会觉得 所以我特别感谢孙豪导演 我都没有想到会剪进去 季庆就这么拍了 一回头特别下意识地 就挖坐着来了 就现在的第二季里面 可能也会有很多 非常随性 不好说的东西 希望能够剪进去 然后被观众朋友喜欢 人是需要低谷的 因为当你低谷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什么 叫真正的压力 和真正的某些人性浓软 在逆境的时候 你会非常敏感 大学毕业那会儿 然后之后到 可能二十七八的时候 当时要去给我们俊阳 演一场话剧 其实就是一个小兵 上长五分钟 跑到成都要去演出 然后头天的大夫告诉我 说你不能够坐飞机 也不能大声地喊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就肯定是不好了 我就问我妈 我说怎么办 我妈说你去吧 救场户救火 最后是隆了一支 就是突发性有隆了一支 左耳的就高频没有 二十四小时多耳鸣 一直现在 而且现在上升到 但凡一有哭戏 激情戏 脑袋就 啪 就跟炸了一样 所以每次一流演的 其实就 你要让我说值不值啊 我后来其实也是这么跟我妈打气的 我说这个耳朵坏了之后 忽然事业变好了 你要说值不值 我其实我作为自己来说 我觉得不值 因为你身边会有很多心疼你爱你的人 我觉得经业不是傻经业 多去了解自己所在的行业 人与人 事与事 当你的经验够足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去做傻经业的事了 而且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本身 其实是看到生活中的那些 不快乐的东西 你带给观众希望 而且随着你年龄增长 你会有不同的维度去看待一件事 那你更能够告诉观众 什么是美好的东西 欣賞 欢迎 inconsider você 翻唱 缓